宝宝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森林牧场的地图 因为是新出风球 可能大家也不是很了解 首先主人房是有两个管道的 第一个是这个秘书的管道 可以直接冲向房顶 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直接传送到红柯里的这个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经常被仙人掌扎到脚尖呢 但是啊猫咪带了细心的话 就可以免疫咯 看我扎不下你就完了 还有就是牛哥了 如果被他撞到的话 猫咪和老鼠都会受到伤害和痊愈 但是啊凡事也是有例外的 牛仔剑和牛仔汤姆 是可以免疫牛的攻击哦 话不多说 今天我牛仔汤姆就要合理PK 看看是你牛还是我牛 竟然不理我 好吧 实证证明啊 这个牛真的不会撞牛仔汤姆 还有这个鸟窝 小伙伴们都知道能换道具的吧 但是你们知道什么能换什么吗 拿个捕捕夹子 可以换个拍子 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知道能换什么了 还有这个花 吃了会增加很多能力 对了 官方说有七个花 会获得全部的能力 但是我怎么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呢 严重怀疑呀 官方在骗我 小伙伴们还发现什么好玩的 记得告诉买宝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哦 爱你哦 谢谢大家 看着 euch 让你吃完 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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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